我们直接搭来一趟缆车 沿途有几十辆车厢经过 但很多都像这样子 里面根本没有乘客 摊开历年营运数字 上路13年 除了第一年赚钱 连年亏损已经达8亿2600万元 换算每年平均亏损7000万 如果再加上一开始的12亿建制成本 已经有20亿的赤字 有台北市议员建议可以改为假日 或是特定节日开放 人潮都满了 就空空了还不错 就做过两次而已 是可以不用每天开 之前是要大家挤在一个包厢里面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两个人一个包厢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我觉得因为有些人喜欢避开人潮 就是喜欢平日 像我们就是喜欢平日休假来 猫空上的餐厅下午约五桌的人潮 少了入客后加上疫情 外国游客也没了 多数店家生意少了两到三成 如果只开放特定时间 业者也会担心 多少还是会有影响 假日才有的话 就会一窝风急在那边 如果是平日也有开放的话 就会可能会分散 这样旅游品质也会比较好一点 猫懒刚开幕或是推出水晶车厢 是人潮高峰 但现在人潮不多 根据统计猫懒每年一到四月是旺季 但其他八个月几乎都是亏钱 猫懒该怎么经营 怎么配套止血成了棘手问题 三连球郭宣群信 看不到